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点 还快点 什么事啊 谁 岂有此理 竟敢拦我的车 开足马力 冲过去 长官 你就把我枪毙了 我也冲不过去啊 为什么 车没油了 把备用油拿出来 也用完了 报告 什么事 薛总指挥来殿 问我们何时到达指定位置 给他回殿 就是我们已经提前到达 这 这是荒郊野地 他们不会追查到此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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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报告军长 部队是否究竟速赢 不 要继续前进 加快速度 驾 驾 驾 主席 王队 王阳南带人到二郎潭侦查过 博明拿的军队 还没有到达那里 当地的地主武装又不敢动 所以啊 我们当时修的桥不但在 而且老百姓保护得好好的 天意 真是天佑红军 主席啊 我们把敌人调往古令地区的计划 胜利完成了 到了该下令四度赤水的时候了 主席 大雷霆 报告 前线来电 共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我鼓励作战计划落空 要不要向伪作报告 不报告怎么办 我们都是白痴 我们都成了饭桶 好 这儿 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疲惫 这么无能 报告 有机电 这里就委托你全权向委员长报告了 我还得去处理这些急剑 是 主席老总 还来啊 蒋介石一行 已经由山城重庆飞到了贵阳 这可真是非来之笔 主席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仅牵着他的十几万人马的鼻子到处转 而且还把这位蒋某人调到了贵阳 是啊 既然是非来之笔 那我们下面的文章就应该从蒋某人写起 明正 各界贤打同人同事 委员长和夫人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贵阳 这是上帝资予我们贵州所有老百姓的福气 现在我们欢迎委员长给我们讲话 首先我代表我的夫人 对贵阳各界贤打朋友们对我们如此盛党欢迎 表示感激 特别是你们的主席王家烈 他在追缴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过程中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坚信咱们贵阳的百姓贤打 胸怀是宽阔的 会从大局出发 现在国内的局努力 现在国内的局势是内忧外绕 中央定着既定方针 先安内再养外 千里之地溃以引穴 想一想 我们如果不先把这会打动的蚂蚁消灭掉 怎么能够挡得住来势汹汹的日本洪水 可是在华北 在南京 在上海 就有人议论吧 说我蒋某不抗日 不打日本人 专打中国人 再打内战 胡说八道 所以我想借此机会问问在座的朋友 咱们贵阳不会有这样的人吧 剿灭共军是当前主要人 这关系到咱们国家的命运 在此 我就拜托贵阳的各位 是 大陵 你今天的演讲精彩极了 贵阳各界都反响热烈 安内攘外的既定国策 已经深入人心了 没这么简单 现在有人当面试人背后是鬼啊 至少对王家列是一个安慰吧 王家列他已经知道我要动他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先稳后动才是上策啊 吴院长 夫人 薛月月求见 你先去吧 你还有脸来见我 卫座 学生军前屡屡失误 有失您厚望 我愿受军阀处置 军中无戏言 当年贵州有个军阀叫王天培 徐州会战失败后 我就把他杀了以泄国人 学生明白 下去吧 是 吴院长 王天兮求见 让他的回合是 卫座 这个王天兮可就是王天培的胞弟 这个我当然知道 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委任他为贵阳的警备司令呢 卫座请指示 他不仅是最安全的 而且还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请他进来吧 郭院长 王将军到 郭院长 末将王天兮前来觐见 天兮啊 我一直想见见你的包兄天培的家人 可是国事太忙 我一直没有见他 这一次到贵阳 我最想见见你的包兄天培的家人 我看见的首先是你啊 来 谢委任长的器重 这个 是夫人送给你嫂子的 那 我就代表嫂嫂 谢夫人 天兮啊 你应该清楚 将来的贵阳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不光是剿匪的指挥中心 恐怕也会成为政治的中心 因此 贵阳的安全将变得十分重要 由谁来负责贵阳的安全 只有你 我最放心 委员长 属下愿肝脑涂地 报答委员长的栽培之恩 从现在起 你就是贵阳的警备司令 我 我信任你 你一定能够胜任 郭院长 吴忠信已经到了 你看 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吧 夫人 在楼下等你 你 先去见见她 是 魏座 魏座 忠信啊 你知道我这次请你来 是做什么吗 我原是南昌行营的总参议 给魏座出出主意 今天魏座亲自立临贵阳剿匪 照我前来 自然还是出出主意 这可不是你的心里话 你在政治上是聪明的 不会不知道 我让你来贵阳是干什么 魏座 我真的不知 自从当了这三军总司令 许多老朋友都不跟我讲实话 伪座国事军务繁忙 平时不好多打扰 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这次我让你到贵阳来 主要是先熟悉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接替一下王家烈管理贵州 哦 为了实施泽东统职 升北激南的战略议 我已命红九军团 伪招红军主力北上 同时 我们命令红一三五军团主力 以最隐蔽的行军方式悄然南下 并做到神不知鬼不晓的 迅速禁止无疆 好啊 老总 来来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看为了确保 不让敌人知道我们南下的企图 阳宫北上的红九军团 必须把声势造得大 还要造得真 这样才行 好啊 老总博程 在造势和骗敌方面是专家 就交给他们二位去办吧 来人 到 记录 是 为座命令 刘湘所布 延长江一线 严密释放 一定要把共匪堵在长江以南 据窃窃情报 敌人误以为九军团是主力部队 并声称 与薛叶的一纵二纵在压西 潭场以北地区对峙 是 蒋介石有什么反应吗 有 为了防止我在压西一线偷袭 已经给孙独下达了命令 要赶到指定地点进行防堵 这说明啊 老蒋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位置 应该电领一三军团 明天继续南下 争取控制吴江 执行新的机动 同时应该电令五军团 明天中午十二点 在兴隆场前置凤香坝的敌人 以掩护大军南下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 要让九军团 在路上摆镖鱼 放烟火半炊烟 并要散布消息说 红军就要北渡长江了 进一步测印红军主力南下 好啊 不过啊 在红军主力到达吴江的时候 我们就要收起这套 迷魂镇的法系咯 然后集中全力 南渡吴江 回连老弟 你有什么事情啊 周昏延来电说 在长干山路班长的县 遭到共匪强袭 损失惨重 那共匪现在在什么位置 他说共匪已经撤离战斗南移 可能要偷渡吴江了 可能可能 怎么就没有准确的消息呢 难以确定 难以确定 还没有准确定 我没有准确定 还是要去报告 我准确定 准确定 我正确定 我准确定 我准确定 你还要去报告 还要真实发起火来了 他要真实发起火来了 他要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谢刺修修 同志们 要敢于迎着狂风 顶着暴雨渡过乌江去 只要歼灭了室幕中的手敌 你们 就像空中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记住了吗 记住 说 报告 电报 对 如果我们 南渡无疆成功了 不仅标志着我们 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而且也为下一步大棋啊 调滇军 入贵州 创造了条件 所以 今天晚上抢渡无疆 必须取得成功 不仅仅 不仅仅 南岸的情况谋清楚了吗 对岸的手敌是薛岳 构筑了坚固的碉堡 稍会封锁了一切船只 严重的是 敌人好像发现了我军计划 加强了防范 因此 我们必须把偷渡改为抢渡 关键是我们自己 要有充分的准备和信息 何成 义军团的渡江准备怎么样了 林彪和宁针亲自向洪三团交代了任务 还特派萧华同志赶出前线 组织实施这次抢渡任务 不是啊 林彪还把工兵连派给了三团 如果不是赶上这场罕见的暴风雨 说不定萧华同志 已经下令开始渡江了 任何事情啊 都有它的两面性 狂风暴雨 给我们南渡无江带来了不少麻烦 但同时呢 它又可以麻痹敌人 掩护我们的部队 抢渡无江 同志们 我们要战胜暴风雨 抢渡无江 同志们 通过无江去 我们要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同志们 通过无江 快跑 通过无江 走 日后禁逼 犯我华北 中原已成定势 唯有尽快歼灭珠毛 控制全国方能稳定大局 我等属下朱将东奔西跑 劳民伤财 全在朱毛的运筹之中 朱毛本为大山之雨 一小流寇 政府重兵四亿五亿未果 朱毛长途跋涉顽强之志 借问苍天何为 啊 是我 没错 对不起 打扰你休息了 讲 共匪主力 乘风雨之夜渡过了无江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共匪主力 乘风雨之夜渡过了无江 徐日 你们干什么去了 大理 发生什么事了 毛泽东过了无江 奔着桂阳这座工程来了 我问你 他们什么时候过的无江 两个小时以前 有没有可能冲着桂阳来 如果他们不沿着原路杀回湘西 就一定是冲着桂阳这座空城来的 没事共经过了无江 桂阳部队还多着呢 你不用担心啊 什么事也没有 报告 啊 休息吧 报告 进来 魏院长 共军渡过无江你知道吗 知道了 我想问问你 能够作战的部队还有多少 都已经调往前北了 哦 哦 那么 离桂阳最近的是哪支部队啊 正在赶往打鼓新厂的滇军孙渡所部 嗯 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龙云发电报 让孙渡的部队马上赶赴桂阳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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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老总 乌江已经突破了 赶紧收拾新装 过江吧 干嘛那么急啊 恩来请我们联夜过无江 要走 你们走吧 我是要在这儿 好好地睡上他一觉 好 争取明天 精神百倍地过无江啊 来 主席啊 恩来 你还得思考 把边军调出云南这件大事吧 哎 滇军主力孙渡纵队 等新叶奸城 向打鼓新厂行进 距离我们这里啊 还有两三百里路啊 我担心 这个龙云弑军如命啊 他会按照我们的意愿 远调滇军到贵阳来吗 他可以不听我们的调遣 但是他不能不执行 杨卫院长的命令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下面的文章 应当从蒋某人做起啊 嗯 具体说啊 分两步走 第一步啊 利用贵阳无重兵防守 挥兵直指贵阳 给蒋介石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 造成一个 打到贵阳去 搏捉蒋介石的假象 让蒋介石急电孙度 赶到贵阳来救驾 嗯 这是第二步 还是老战法 不是啊 声东及西啊 所不同的是 我们这次采取的是 两个连续的声东及西 我料定全委员长 他只能猜到一个声东及西 他能猜到一个 就不错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承方公事能与共匪对治多长时间啊 至少也能顶个三五天吧 一两天就够了 为什么 回原贵阳的大部队 马上就到了 林长 将领 俗话说啊 打架要靠清兴 上阵嘛 要靠父子兵 天夕啊 有你在这儿 我就放心了 谢谢委员长 这边民房要拆掉 是 借付钱 报告尾座 水田霸来电话 说共匪已过水田霸 朝天兴寨来了 水田霸啊 离这儿有多远 大约有三十华里 方向呢 方向在贵阳的东北角 清镇机场离这儿有多远 不远了 天兴啊 这枪炮声从哪儿来的 这 我也不清楚 报告 李院长 刚起的消息 共匪已过污当 清镇机场有消息吗 机场附近 发现有共匪的活动 王家列的第二十五军 有一部分人叛变了 他们企图强占机场 夫人 这里就交给慈修和天兮他们 咱们到那边去走走 你马上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 十二匹好马 两顶小轿 道行音待命 越快越好 是 布林 你立刻赶回司令部 不准离开半部 是 杨公贵阳 是敲山镇虎 调虎离山 等到滇军的孙杜 赶到贵阳的时候 我们再用第二个声东击西 摆出迅速东进 以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试的架势 马上把这封电报 到那个时候啊 惊魂未定的蒋某人 一定会下令他的秦王之师孙杜 向贵阳以东追据的 什么臭气啊 玩了 这样啊 我们不但完成了把滇军调出云南的目的 还可以继续把滇军调往贵阳以东 从而 我军大踏步地挥石向西 进军云南 真是神来之笔啊 要让同志们知道 杨公贵阳 是四渡赤水这片大文章的高潮 对 把它写好了 这收尾的工作就好做咯 咯 祝斯 完了 胡伯长 来 来 来 拿reh 将死了 又赢了 将死了 GG 郭院长 这枪声离这有多远 这枪声离这有多远啊 听声音离这里有二十公里吧 听声音离这长大军 共军会不会打进城来呢 背纸不太清楚 燕主任啊 回头跟天夕说一声 派人侦查一下 有情况马上向我回报 是 来 你放心 这 这里不会有事 你先休息 我一会儿就来 郭院长 郭思雁来电话声 共匪由乌荡过喜马河 向龙里桂顶方向走了 补颜长到 北厕 位租 这就是孙渡将军 哦 你就是孙渡将军 报告委员长 孙渡奉命赶到贵阳 请委员长下令 听说他的部队打得不错 三天的时间赶了多少里路 没错 六天的路程 他只用了三天就赶到 很好 燕主任 替我起草一份电令 为了表彰孙度将军的卓越功勋 赏两万元 另外从政府的款子里 剥一部分给滇军 是 谢委员长栽培 委员长 时下军情紧急 请您下达作战命令 那你就马上出发 向龙里方向追击共军 一路上辛苦了 早点休息吧 谢委员长 主席老总啊 蒋介石果然下令 表孙度所部东进龙里了 我们是不是该下令 红军主力 大踏步地西进云南 我看可以啊 为了给我们 多争取点时间 我想再利用一下 这个蒋介石的多疑心理 那就是 在红军主力西进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派出小谷部队 炒扰一下贵阳 说句笑话吧 这也算我们离开贵阳前 给这个蒋委员长送的告别礼用 给这个蒋委员长送的告别礼用 你看醒意 是 电池真美 是啊 可是 这儿的人并不亲 你是指龙云吧 大领 你带我到这儿来 并不是专门来用滇池的吧 是啊 我这次来云南也是为了探路 龙云虽然是遗族人 但是二十多年的军力生涯 养成了他外热内冷的 政治家品格 所以他绝对不会归附中央 以后再看吧 你先休息 我马上来 贵阳方面有消息吗 为座 您非昆明以后 围攻贵阳的贡军又回石向西 发现在真风县渡过了北盘江 难道他们还要向北逃窜 何在乌江的贡匪合成一股 企图再度乌江 据我的判断 可能性较大 你马上给我起草一份 堵截贡军渡江的部署方案 是 另外 严主人来电 说王家列突然去了大定 他去大定干什么 据说大定是王家列的老窝 是不是他听到了要动他的风声 要启示 马上集电焉道杠 将其软禁 是 我马上就办 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 不惜啊 四度赤水 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啊 忽而向北 忽而向南 忽而升东 忽而击西 不仅使我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且还拓垮了敌军啊 实事求是的说啊 我只不过是动嘴啊 你老董博成 你们那才是重手啊 因此啊 四度赤水这个得意之作 如果没有你们 尤其是你这个当团长的 那是完不成的呀 如果说一度二度赤水 是这篇大文章的开篇 或者叫启 那么三度四度赤水 西占楼山关 再占遵义 就是成语 而我们阳功贵阳 则是全篇的转 接下来 我们就该进入收尾了 看来啊 应该让完成侧营任务的红九军团 急速持往云南 与主力红军会为一处 一起北渡金沙江 可是 敌人为了防止我 红军主力北上 与红九军团会合 已经下达了 要周昏元 吴启伟 孙渡所顾 在平坝 正宁和安顺等地区 提起我军会师 北渡金沙江的命令 看来蒋介石这次 是想到我们前头了 本来啊 我想 我们不仅不要钻 蒋介石预设的这个瓮 而且 还要把它变成 化地为牢的牢 紧紧地圈住了蒋某人 主席的意思是 我们就将计就计 再上演一出 升北击西的好戏啊 干吗 我 把这些岛说 要正好 为座根据贵州各界人士的请求 并作出决定 希望你在所任省主席军长之间 做出一个选择 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太难了 这有什么好难的呢 军长不见主席就没有军饷 主席不见军长就无法保障 你想两个都不丢 恐怕两个都保不住吧 这样吧 我回去跟我几个副市长商量一下 再说吧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最贴心的两个市长 说你苛扣军饷 正在发动部下滋势呢 看来 我只有辞掉军长干主席 你想想 没有军权 你能控制得了贵州的局面吗 看来 我只要辞掉主席干军长吧 可以 不过有一个条件 不许在可口部下的军饷 郭院长 进来 进来 郭院长 孙中心已经到了 请 是 谊坐 忠心啊 忠心 知道我这次请你来是做什么吗 谊坐需要我做什么 就请下令吧 来来 坐 来 坐 是这样 贵州省的王主席向我正式提出辞呈 他想专任军长一职 我想来想去 想请你 代替我做一下贵州的政务大事 我自应从命就是了 不过那个王家烈与中央有二心 这个你放心 我自有安排 报告 卫总 现已查实 南下共匪 仲信啊 这件事你不忙及于回答我 回去考虑考虑 告我一声就行了 那我就告辞了 南下的共匪怎么了 是第九军团 他们在击退前军五个团的围攻以后 现在又继续向大定和水城前进 通知所有有关部队 要他们在滇前地区 剑灭共匪 是 江洁石果然遵照主席的指令 下令十几万军队向着贵州 云南交界处追击啊 所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升北的计划 接下来啊 我们就应该以迅雷不济掩耳之势 下令红军主力 分三路纵队继续向西转移 真正唱好 这击西的好戏啊 我已命令 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平仪战役前进 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趋近前进 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右纵队向异常银方向前进 是 力争在四月二十四号以前进入云南 很好 那不是德国顾问李德 和萧耀华同志吧 嗯